他們家的烤漆質感真的是沒話說 我沒有騙你喔 現在最新的是360度 360度的這個奶嘴藍 以前舊的賣的都是這個 就是你看這個網子這樣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有沒有看到 擦拭在這個地方 因為新款呢 第一個是這樣有些可能容易這樣翻 容易翻倒 所以他們就出了新款的360度 就是整個都有扣住 所以它不容易在翻倒了 藍色 這個是灰色 通常是這樣子喔 這個是空洞有看到嗎 上面這裡有很多洞 原因是因為在蒸汽的時候 它蒸汽會冒出來 會一直在冒煙 你讓它消毒 所以在正在消毒的時候 不要塞任何東西喔 網路上最推的消毒鍋就是空底的 因為它一次可以放到九支奶瓶 然後所有的瓶瓶蓋蓋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你看 它裡面喔 它裡面可以放到九支奶瓶喔 先啟動好 這個是現在的溫度 然後這個是烘乾 上面是消毒 所以如果你按這樣子開始的話 啟動的話 它是會烘乾加消毒 消毒大概是七分鐘 烘乾會四十分鐘 這個有看到嗎 這個叫烘乾十分鐘 這個叫做烘乾四十分鐘 它在轉就是它有在動了 看到嗎 所以你這個烘乾烘好了 把你清理示範 這個拿到跟它交換 跟它交換 我們消毒好啦 你不可能一支一支拿起來嘛 因為你一支拿起來 你的水槽如果又有兩支要洗怎麼辦 洗好之後 難道你又放進去 然後繼續再消毒嗎 那裡面的東西會重複消毒很久 建議如果已經烘乾跟消毒好的 就不要一直一直重複去消毒 所以我們會整然把它 已經消毒好會整個翻過去 它其實是有底座的啦 它其實是有底座的 整個消毒好的 你可以就是整個消毒好移到旁邊去 重點是保管箱會有含這個軟塞 很多很多部落客都沒告訴你們 這個軟塞很重要 因為這個軟塞就是防塵 我們會進去 現在就等到你們這裏 很可思的